好累喔 我们国艺怎么变玛丽奥了 哎呦不是啦 这是最新流行的健康运动 30号李国艺一旦与人身份 带大家蹦蹦跳跳 但大家更关注的是国艺可传演出的这部戏 不过怎么好像有点感慨啊 我刚入行的时候 当时我师兄 艾迪 彭于燕他们 那时候我进到公司就看了 当年爱情白皮书的海报挂在墙壁上面 哇这个仰望好有feel啊 而虽然国艺这回的戏份不多 但其实也是超辛苦呢 用了三天还是四天的时间回去客串 拍了十几场戏 哇真的脑神经又再一次的疲弱 再一次的爆炸 李国艺也预告之后还会有很多戏剧作品 可以跟大家见面哦 这段娱乐台湾报导